可否帮我开一个方子 让我的病好得慢一些 庄主这是 傅庄主 听说你这几日生病了 好些了吗 不劳傅庄主费心 庄主的身体 关乎着整个山庄 我身为傅庄主 如何能不费心 小姐 你才刚醒不宜动怒 是啊小姐 得记动怒呢 我们就在院子里面活动活动 然后就回房吧 庄主 庄主 忠律堂主请坐 我听说你散住在梅院 所以就过来看看你 梅院住着还习惯吗 我 委屈你了 其实没什么好委屈的 只是暂无堂主之职 有愧于老庄主 接下来庄主打算做什么 我可否能帮上忙 我听我爹说过 你博览群书精通医术 精通算不上 略有蛇猎 可否帮我开一个方子 让我的病好得慢一些 庄主这是 现在我们处于下风 手中又无权 在庄内又无心腹 只能先示弱 看看对方究竟要做什么 抓到把柄 才能得以翻身 还有庄病呀 真是要气死 自古有卧薪肠胆 三千月甲可吞吾 我不过是吃了一剂苦药 又能怎么样呢 小姐 风少爷来了 副庄主 这里风大 把披风披上 你先下去吧 是 你有什么事啊 已经得到了证实 师父密室外的引爆器 正是来自江南霹雳门 你怀疑是霹雳门 不是怀疑 你怀疑是霹雳门 是霹雳门 不会是霹雳门 你这是怀疑我 你生病不 凉茶生参 不碍事 多谢关心 不碍事 你 只有我 才是霹雳门 你慢慢想 就不碍事 才是霹雳门 所以真是霹雳门 如果霹雳门 我们都关心 那你要如何处置 彻底清楚 那好 你记住 我不会放过伤害我爹的人 哪怕我跟他有任何交集